先生 我有才准备的什么才艺啊 雅琪 唱歌 一个人 眺望碧海和蓝天 在心里面 那么会就 淡一些 海豚从眼前 飞越 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 好时光都该被宝贝 因为有限 谢谢 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职场 经商课堂 员工给领导发微信提出辞职 领导也表示同意 不过需要一个月之后办理离职 员工想马上办理 且什么时候办理 什么时候去公司 如果你是领导 你会怎么办 我可能会就是 作为一个分类讨论的情况吧 就是做一个有针对性的回复吧 如果说是前面一种情况 比如说是 他找好了下家 那我可能会 给他一个缓冲的时间 就是我们双方就在 不损害彼此利益的前提情况下的 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 那假如说是第二种情况的话 从你说每天都来公司去处理一个人际关系怎样 可能会选择性的 比较弹性的工作时间去办完这个工作 对 我觉得他用了非常好的一种 在沟通中的一种沟通习惯 展现出了非常强的 那个跟人互动的这样的能力 因为他并不是简单地从自己出发 而是先去看对方的真实的诉求是什么 我觉得他这个属于无师自通 你有没有考虑做人资 你非常适合 我觉得刚才其实雅琪是讲得很好 东北老师分析的叫动之以理 我觉得还加上一个 就肖之以勤 勤理罚都讲到 我想问三位人力资源专家 他刚才这段回答 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力的工作者 特别的合适 就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雅琪考虑做人力的 这个从助手开始往上成长呢 接受吗 首先感谢各位企业家对我的认可 那其实我也算是无师自通吧 因为就其实这方面 我没有去过多的考虑 你还真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啊 是 可以 可能会愿意尝试 就是因为是新媒体嘛 那可能就是包括一个写文案的能力 那我觉得如果一个人 要写好一个文案的话 他必须要有各种精力 这个逻辑不错 说得好好啊这句话 我觉得不好 我觉得大家不要跟他盲目 不要因为喜欢他而盲目跟他设定岗位 雅琪我觉得你刚才那回答 说实话 前面的部分我都特别特别喜欢你 我也希望你坚持你的观点 和坚持你喜欢做的事情 如果你要做新媒体坚持做一事 不能因为别人夸你 情商高 你就说我要去做 马瑞 是这件事情 你说白了就不是怕人家不去你那了吗 不是 对 我又这个 对不对 对不对 马瑞 要坚持你的选择 雅琪我是张萌 我们一直在做就是青年的职业方面的规划和第一步的职业方面的选择 既然你自己已经在新媒体领域当中沉淀了这么久 又去上了课 对吧 又接受了指导 又排除了你做设计专业的可能性 那么你在第一份岗位的时候 我非常坚定不移地去支持你去选择自己内心当中的初心 而不是因为可能在人资领域当中有一些潜能和可能性 其实有很多的老板 他们本身并不是人力资源出身 但是都承担着人力资源的职能 也就是说你做好新媒体 照样你的这种小之理 以情动之一理的这种功能 或者是这种专项也能发挥出来 我还是要坚持反对 雅琪她才94年的 她前面也做了新媒体工作 做了一份工作她就爱上她了 但今天明显的沟通 我们觉得发现她身上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优点 是沟通非常的舒服 我觉得最多从现在从内容运营开始 开始往前走 要学习东西非常多 现在还有无数的 如果在运营港要去学习东西 反而在自己的优势层面 我觉得可以给自己一个不同的选择 有可能发现自己更适合的岗位 雅琪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 第一我感觉 她的工作积极性是很高的 第二她的协调能力 看得出来是很不错的 第三我们这个企业 就是以这个人性化的管理 来力度发展的 所以我很欣赏她 也很期待她的 做出我们期望的选择 谢谢 你这不是对话 你这是开始抢人了 你得是啊 我觉得你不要被写家带进沟里去了 这个爱好决定成败 平台成就人生 这个你不要忽略的环境的影响力 我们紫规是应该是 在三峡继续做旅游 是最好的计划 那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人才 因为你能够感兴趣 保证你来吃我们迷走的橙子 所以我们还能够欢迎你 看样子这个湖北的企业家 开始急了 好 来我们来看看 最后我为你保留的机会 到底有多少盏灯 第二轮选择 去火流 还有九盏灯 六千市场策划地点 在北京 新媒体的执行 因为我觉得它可能在策划方面 确实有它的想法 但是执行可能会更表现它的一个状态 那举行网呢 是专门从事这个高端人才服务的公司 我给你的岗位呢 是国际人才助理 地点在北京 哈喽 雅琪 我给你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 然后工作地点在广州 然后薪酬是在六千家 在这里呢 我给到你的岗位 就是新媒体的运营官的岗位 同时呢 发挥你文案的能力 给到你的薪资待遇是六千家 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雅琪你好 青创智慧是一家助理 青年就业和创业的公司 我给你的薪金呢 是8K家 工作地点在北京的七九八 少年得到一万 对 少年得到给你 做人力 我叫文化专业 真是很坚定的啊 对 因为我是这样的 我想用价格告诉你 我对你的信心 少年得到呢 提供的岗位呢 在北京 我提供的是这个新媒体运用 就是抖音这一块 好 新是是五千家 地方还是武汉 跟这个三峡大坝 两边 岗位是市场运营 新条是五千家 五千家 一点 紫规 紫规 然后我还可以做旅游 雅琪我看你没有用笔记啊 你没有记忆有哪些企业留了灯 但是我相信你应该知道 有两家企业 一家是张萌的八千 还有一家是那个人东百的一万 伯雷老师 我们也可以涨到八千家 不可以涨 现在不可以涨 我就提示他一下 现在 伯雷老师 这是一下就写成的 就是内心对于这个价格的认可 是不需要 我也是 我也是 所以就像雅琪一样 你要面对自己的初心 干自己最喜欢干的 而所有的企业家 第一次开出的那个价格 其实是内心对于你 最真实的认可 你自己考虑一下 在剩下来的这九盏灯当中 灭掉七盏 留下两盏 一个是我的心仪的公司 是马瑞马总的 对 得上传媒 好 然后还有一家是 还有一家是张萌老师的 哎呀 请两位 谈起不上感情 马瑞和张萌 一个八千 一个六千的这个心思 你要不要谈 马总能再加一点吗 加到七K或者是八K的样子 哎呀 真是吧 就是加到跟张萌一样 是这个意思不 来 你愿意加吗 雅琪 我悄悄告诉你 在你 在你刚才说这话之前 我已经加到八千K 好 给马瑞点赞 张萌 怎么能后来沮丧呢 让别人 怎么可以 继续加 雅琪老师是这样 雅琪 这里边有一个不同 你可以从这两个角度 来做一个判断 第一呢 马瑞老师给你发的职位 是在广州吧 我记得 对的 对吧 我给你发的是在北京 那你要想一想 哪个城市 其实文化底蕴不一样的 第二个角度就是 我跟马瑞当中 品类是不一样的 在我们这个体系当中 我们就是做年轻人教育的 那其实你去到张萌那里呢 其实主要是一个 职场的教育培训 可能偏教育 和偏培训相关 对于你来讲 我会亲自来带你 来做这个新美地域 因为我们所有的 跟IP相关的 全是我自己亲自来带的 在我这儿 第一个能力提升 第二个能赚到钱 第三个最简单 你会成为 你想成为的自己 就这么简单 来 雅琪考虑十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得上传媒 清创智慧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得上传媒 恭喜你 谢谢 恭喜马瑞 谢谢 谢谢马总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 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